大家好 今天是7月13日 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但市场比较好 起码可以升下 但升幅就不算很理想 最主要是个别的权重股 例如中移动 油邦等 表现比较差 另外腾讯 也不算很差 因为资金都去到小米 所以你看到小米的股价很强 不过说真的 今天为什么这么强 最主要是收市之后 它进入了 枯市指数 所以基金真的要争取买货 才出现这个现象 但股价升 不等于股价是好的 这样 我不想再详细说 只想和大家说 小米 我是不会买的 但大家短炒 炒格数 这个就无妨 再说回市房 因为 我认为港股 这一回合 我认为有机会再继续彈 因为 A股市场今天跌 但成交量增加了 增加了 所以 如果下星期的时间 如果成交量方面 能够重上4千亿 我觉得又不是差的 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好事 而至于港股这方面 希望能够受益 其实港股也很惨 你可以说 市况本身 现在的气氛上 我觉得是有些改善 但今天连成交量都缩了 你想想 如果今天的时候 你不计算小米 其实成交量更加少 亦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似乎 对后市的看法 的信心 真的不足够 不过没有 因为次元日到星期五 大家都怕特朗普 这一两天 可能每个假期 怕他再胡说 所以这些因素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但好像之前我提到 这个物逆战 暂时来计 我相信是会 暂过一段落 跟中国方面 其实有些朋友 留言都很有趣 我说一下 今天星期五 让我轻松一下 有些朋友说 特朗普好像从此王 会不会很短命 第一 第一 秦始皇 我印象中是短命 比较短 如果你认为 那么多历代的帝王 他就不算长命 但他是很努力的 这个是真的 而且 你跟特朗普比较 我觉得 对秦始皇 又不公平 我想你的朋友的意思 就是说 他两个都好像是暴君 但是 但是 很公道的 秦始皇 是否暴君 当然 历史的写法 可能他经常都 横征暴念 对日文豪 很苛刻 但记住 我有个想法就是 历史 是人写的 是人写的 而 哪个人写呢 就是秦代历史 就是汉代写的 汉代写的 汉代是取代秦朝 通常在这些情况之下 一定会把前朝 写得很差 我觉得有这些偏见 所以 反而我突然转 我觉得 秦代有很多事情 做出来 其实他有个必要性 即是 起长城为例 即是抵御匈奴 他有个必要性 只不过 他的手段上 做法 是有问题 就这样 好像特朗普为例 在我们眼中 可能他真的很差 但在美国人心目中 他可能不太差 第一 他会觉得 你这边很差 就是这样 所以 也很难界定 他是否一个 好人还是华人 在这件事身上 但怎样也好 自然现在的玩法 我觉得 有点而是 我昨天也说过 是立体的 不可以很简单地 觉得是中美之恩的事 今天也有趣 大家看这段影片的时间 很可能就是 特朗普见普京 你又不知他说什么 你可以说 中间的变数 其实是有很多的 所以 大家 我希望 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 看东西 我想立体一点 特别是在这件事身上 因为这件事 你也可以说 虽然是经济 但其实 正经不可分 而且 特朗普 和欧洲 俄罗斯 中国 其他地区 那些关系 正经两方面 都实在太有关系 简单地说 你说 联储方面 如果看到昨晚 CPI的数 即美国方面 升到2.9% 如果以之前 8.2%的准值 的话 2.9% 那你还不急 下次要加息 但问题是 现在你加不加息呢 有取决于 第一 贸易战的情况 第二 究竟 特朗普 想不想你加呢 因为 鲍威尔 经常被人说 他是特朗普的人 所以很多东西 是很贯穿的 全部都是大家的影响 所以没有大家拭目以待 只不过 我认为 貸易战 现在到这一刻 大家都要找个下台阶 特别是和中国方面 欧洲也是 欧洲25号 又会再谈 谈谈 谈谈 所以这件事 很难搞的 应该说 不是那么容易拆 所以 大家都是 再拭目以待 静后 看看A谷行情 A谷好 所以说过 就希望可以彈一下 但是 我也要再谈谈 腾讯一点点 这次的股份 很惨 还有朋友问 为什么 在做节目的时候 没有申报有腾讯 信语呢 就有申报 是不是沽了呢 大家放心 假设我沽腾讯 一定不和大家说 但是 第一 我真的想不到要沽腾讯的理由 第二 为什么没有申报呢 因为 那一节节目 应该我自己印象中 好像没有提到腾讯的 因为申报的 通常就是说 你那个节目里面 那里面 你有给那个 留言 那支股份的话 你就要申报 就是要持有 所以有时候 那些论的节目 就是很短的节目 虽然很短 但是 我都会申报自己 有什么货 这样 是的 我很公道的 总之我持有什么货 一定会和大家说 大家放心 那沽了 就更加知道 和大家会单声 但是 腾讯沽的机会 我想真的 真的不高 是的 信誉也是 信誉和腾讯 我想两者 以他们的业绩的展望 也好 发展也好 我想不到要沽的理由 是的 所以 反正突然注意我 腾讯呢 他第二个业绩 我觉得 真的会差一点 所以 他的隔壁 有些回调的时候 假设他的业绩 好像是8月15号 出来 是差的 如果你的隔壁 下去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 大手挽入的时机 其实 你问我自己 我想去跌还是升 我反而想去跌多一点 是的 因为 我觉得 我仍有能力 可以再加压 是的 好像有点衰 但真的 没有长线看好 是的 因为和科技股 你想回头 外面的科技股 真的可以 很厉害 只要有优势的话 其实你之后的发展 是可以很远 是的 所以我对于 好像 Amazon Alphabet 这些 其实看得很乐观 我都拿着 我提供的券 我拿着少少货 很少货 真的不多 但是 买来摆一下 我觉得 腾讯有可能性 所以我也相信 它 先拿着 而且 BAT三公司 现在最新的情况 就是 百度 升一成半 年初至今 阿里巴巴 一成多 而 腾讯 还要说 跌百分之四 还是百分之五 真的差 所以 有条件可以再回落 之后的时间 希望 另外 大家在问的问题 有朋友问 宗教 839 这种教育股 我真的 很少研究 我希望这两天 这个假期的时候 有时间 再去研究一下 因为 不知道 我其实想研究 很深刻 想研究 但是 一看到 那些教学 那些 那些範疇 真的提不起经验 反而你说 一些物馆股 我反而 有点兴趣研究 是的 所以 教育股 我重量 重量看看 这两天 隔期的时间 看看 看看 我免得去看 但不好意思 这些朋友 我会尽量做功课 有朋友问 694加384 就是中国燃气 加首都机场 首都机场 之前因为跌得厉害的原因 最主要是一些制度上的改变 但是 我现在一时三刻 就省不起 但总之 只可以说 那次的改变 对未来的收入 是有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位置 你先不要考虑 是的 而384 说真的 它的增长是快的 是厉害的 但是我自己 我个人 我个人就不买 但是 它的业务的发展 是可以的 所以你买 不反对 但我自己就不会买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经常都觉得 我学体公司 不是我只看业细 那样东西 因为公司有很多 那些 小微小的东西 那些位置 我都很关注 那你又似乎 304 为例 他之前 因为我很有印象的 当年我们 因为搞鸿安新区 他立刻出个通告 通知一些人 我在里面有工作 这些其实我很反感 所以你可以说 雖然公司的业务好 發展是快 但是我自己 就不买 有朋友问 新号 200 有没有机会上去 毫都猜 我都拿着银鱼 我都未放 我都不会理它 因为 我觉得毫都猜 这些价位 其实是值的 值博的 而且也是划算的 所以你有货 可以先拿着银鱼 暂时来说 暂时不担心 而且 我经常说的 日本概念 日本博彩概念 它也是划算的 所以这一只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先拿着银鱼 另外有朋友问 很多人说 现在抽 这个叫做去QE 以前是QE的时间 市场有很多水 现在是抽银银 所以市场没有水的时间 市场就会下跌 这些我认不认同 我以前认同 是真的 因为你想想 以往的时间 当你的水头充足的时候 就是说你很多的融资成本 是很低的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这一件事 按道理 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 但是当然很可惜 就是说 你见到QE很多年后 经济 是到现在这一刻 才开始一些起息 所以 慢慢收紧 这些资金 意味着 全球的资金 开始有点紧张 这个按道理 对于投资市场 是不利的 这是真的 但是问题 是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 其实没有的 你想想一下 假设 经济增长是可以的时间 就是 意味着 大环境是不差的 如果大环境不差的时候 又这么说 你这个股票市场 又会参加到哪里 是的 所以我对于这个看法 就有少少保留 就是说 银跟紧是肯定的事 但是不等于市场 一定会对 是的 反而就突然转 可能你说到时 是优性劣败 就是优积的股份 更加多人去追捧 但是你说 茶渣的那些 就没有人去追捧 你想想 一个情况就是 以内地方面为例 内地有时候说是水紧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哪些股票市场最多 就是这些白马股 所以我觉得 又不需要太多 带我们担心这个情况 是的 好了 都是差不多 不好意思大家 因为有少少赶着走 其实是 赶着生活 今天有点疑 是赶着下班 不好意思 因为这段影片 今天是迟了录 今天就 比较多事情做 所以现在 今天又有些事要做 所以现在都差不多时间了 是的 但是不要介意大家 不好意思 但是大家有问题 都欢迎继续留言给我的 我都会在这一两天的时候 都会查一些留言 和尽量一些功课 是的 这位朋友 宗教839 我会记住的 和一些教育股 这两天 我尽量的起心肝 你们去研究一下 好不 那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